好 看到了政府是不是真正展现了强硬的一个态度 今天大家关注的是海军跟海巡舰艇 就在南海进行护鱼的一个操演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操演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既得舰的一个出动 既得舰的出动 那么现在出动连台湾最大最大战争 都来到了南海进行巡异 进行表态 所以接下来在这里的一个 渔民对他们来讲 保护是不是更加的令他们感到扎实 但是委员继续请教 可是既得舰马上下午就返航了 有人去讲说什么 这次的兵力不够强大 这讲不完 因为这里面还有两艘的猎雷舰 还有四艘的飞弹快艇 我都很怀疑它这个飞弹快艇出去 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来打 那个是我们的雄风二型飞弹 随便打都是大概150公里左右 你要打什么东西 这还找不到大的船来打 因为他们所有的船都躲起来了 我今天特别问了海军说 你们这次出去有没有看到 他们的孤雾船出来 他告诉我一艘都没看到 当然这归缩在港口里面 那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 要讲一件事就是说 那你这次来有没有实质好处 我告诉你 这次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只是大家不想把它讲得太清楚 你又看到这一块是叫奥进来的 因为这里菲律宾的巴丹全岛这一带 密密麻麻这些岛 我们为了不要随便进入它的临海的十二海里 跟24海里的临街区 我们就把它花了多大的一点 我们这次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你缩小 你不乖嘛 就把你缩小 所以你一缩小的结果 未来我们的这个渔船 不仅已经突破这个所谓的20度的 北纬20度的这个下来 有更大的渔船 而且你未来这个量一缩以后 他们更加可以到这一带来 所以未来这个土不会这么大了 好不好 石子的这个土也要缩小 也要缩小 我们不会进入临街区 但是我们会留给临街区外面 24海里外面一点点的小距离 剩下我们都要了 所以这次去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一个宣誓的作用 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我们本来是为了双方都是宣称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所以他们画下来就把我们屏东画进去 我们画下来就把李松岛画进去 所以我们说我们大家坐下来谈 这个不是办法 我们谈到怎么样好好处理这200海里经济水域的问题 他不谈 不谈呢 所以我们只好说那这样子我们画个20 这个所谓北纬20度 我们弄一个占定执法线这样子对不对 好你结果你这次还越来真的 人家只不过在临时执法线下来 10海里也在我们的经济海域 是在我们重叠海域嘛 双方的重叠海域啊 你就动手杀人 那下好 我把你缩小 还有这海上的这个 我们自己做的虚拟的海上的这个长城 我这次把你全拔掉 所以以后我们的渔民就要下来捕鱼 都超过20度也要进到这里面水域来捕鱼 然后我们海巡组就去 以后这边会是多少 委员 你现在讲这次出去有各种的意义在 我要替国家保守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 我自己已经跟你讲 就是24 12海里临海 24海里临街区 我们在临街区外面 留下一点小小的水域给他 剩下我们都要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至于你说 记得见这些回来又怎么办 你不要忘了我们还留了一艘抗定级的 在那里我们还留下一个 这个 一个新的违星舰也在那里 然后我们还会随时都会下来 为什么带飞当快艇去呢 飞当快艇其实没有到这里来 也没有过20度 可是飞当快艇速度快 我们一边下来 团团出去摆 就要有一些飞当快艇来保护 第二个也让你们熟悉 因为必要说要讲快的话 飞当快艇就会下来 我们拉一艘飞当快艇下来 你菲律宾的海军全班的结束 那委员怎么样今天 我们这么多的战舰 出巡到这个地方来 您刚刚特别讲到 最大的意义在这 缩小这个范围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渔民知道 他们接下来捕鱼范围是增加的 他们会知道了 那这回他们是怎么呈现 海巡署会告诉他们 你可以到北纬到东京 不是只有把这个线说 我们把这条线下已经把它拿掉了 现在已经把它拿掉 所以我刚刚讲说 然后说马英九太软了 马英九亲自打电话给海巡署的署长 所以你一进要船 你说突破三海里四海里不够 你再往下走 所以才整整往下走了三十海里 三十海里 海巡署船以前没有走那么远的 打电话给高华柱 你这个军舰给我过 那个是海巡署的船过 这边舰队在这里 你也给我过 所以就过了二十海里 就是三十八公里 这个意义很重大 从此这个海上 我们自己啄起来的长城 就往下了 就这样子 这也讲说美国干涉的问题是这样 香冬讲的是很对 他是这个消息灵通人士 美方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压力 那我也坦白讲 大概昨天的时候 AIT是有美军的现役的军官的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外交关系 可是我们军事关系很密切 他们有到海军去了解一下说 你们打算 这个舰队要到哪里去 打算怎么做 有去关心问了一下 无论我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他们一定要把 不算是我要跟他报告了 他们既然有现役的军官住在这里 他们也想了解我们一些的军事的动态 包括我们所有其他的演习 这个我觉得他是礼貌性的了解 到目前为止美方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施压 好美方没有给我们任何施压 这个我们林委员在这里再度的一个重申 那么请教陈大使了 好我们说太多太多的事情 我们说其实我们在亚洲地区 我们是美国的盟友 菲律宾其实也是 但这一事件从新闻这个角度来看 美方的一个国务院的反应 一直让大家觉得是站在菲律宾那边 到目前为止到今天 好我们终于采取强烈的一个制裁措施 我们的船舰也都出去之后 来自于国务院最新的回应才相较于 靠中立一点来为整体事件做一个评论 那么现在说美国完全没有的给大家 给台湾有做施压 但为什么这么多天下来 所有媒体的评论分析上头 都认为就是美国的压力 所以我们总统硬不起来 但现在告诉我们很硬 我们该相信谁 这样子 刚才你提了一个名词 我想借这个机会 向全国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说美国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是美国的盟友 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因为一个盟友 第一 需要具备外交关系 好 具备外交关系还不是盟友 我们没有外交关系 外交关系之外很多 马上就打仗的外交关系 这是国家了 外交关系之外 还有一个同盟条约 还有条约 那个就要盟友了 是 正式盟友了 现在我们跟这个关系 这个什么关系呢 自从这个前年在这个夏威夷军 APEC的时候 这个Hillard Clinton 说我们跟台湾是具有战略伙伴 战略跟经济伙伴关系 现在回想了 现在外交部都能回想 我们跟美国是战略伙伴 战略经济伙伴 对 但绝对不能讲盟友 好 这讲盟友的话 人家会笑的 是不是盟在哪里 是不是立个盟呢 好了 那既然不是盟友 而美国跟菲律宾是真的是盟国 是 它有共同防疫条约的 所以这个事情中间 说美国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还算是蛮中立的 就说 他要求双方克制 要求同意 也赞成双方能够 防造台日的约业协定 签一个约业协定 是 它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 那么有一个节目里面 有人说 希望美国 我们扩大跟美国 跟国际的联络 希望能够股东别的国家 好像这个 压制菲律宾 这个是 至少只有美国人 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在你这边 来压制菲律宾 就对情况没搞清楚了 是 所以美国跟菲律宾是盟国关系 跟我们现在是战略伙伴关系 顶多顶多 就是半斤八两了 不可能说是平常我们这边 好吧 至于说美国会用这个事情 来压制我们刚才两位 已经说明了 不会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你觉得也不可能 就整个我们您在驻美 曾经有过驻美的经验来讲 这个事情还轮不到美国 它也不需要来对我们 做一些相关的指导旗的一个指示 完全不需要 它知道我们是一个爱好活平的国家 我们从来没有去挑起 挑起一个战端 挑起一个争端来的 我们都应付 别人制造一个问题 我们来解决 我们希望和平 马总统东海和平参与就讲 我们要和平解决争端 而且不是单单限于东海 也是用于南海 这个他早讲过的 是没有错 好和平解决争端 没有错 这是台湾向来对国际 来展现我们的一个 在成为所谓世界和地球村议员的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但今月请教总编辑 我麻烦您 好我们要和平来解决 好来我们请 好要和平来解决 但重点是 在这个今天正式的一个 互娱的一个联合操演的动作之前 国人感受到 我们政府的强硬吗 感受到在这个主权的展现上面 是不是真的完全能够在这里呈现 我们光是七十个小时 要配合这个菲律宾的一个选举吗 那七十二小时过了 到七十三小时 才告诉大家怎么一回事 结果谈判是破裂的 其实这个外交斡选手段 看过来 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呈现 于是今天的军事呈现 我们刚刚总编辑 有简单说明一下 一二三四 大家在做了 其实是完整一套的一个做法 今天大家终于感谢到说 我们的政府有硬起来 有积极 有站出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操演 我们可以看出 它是属于一个 这个准备打仗的态势 来做兵力部署 比如说空中有幻象两千 事实上在更高层 有一兔做整个战场的管制 还有敌情的掌握 那在海上更不用讲 刚才已经讲 我们最主力的军舰 既得舰 再加上配合反潜 拉法叶这种隐形战舰 它其实是已经完整的构成一个 制空制海和反潜的作战能量 当然对菲律宾来讲 这个大可不必 为什么 菲律宾既没有潜水艇 也没有战斗机 对 然后最多只有一些炮艇快艇 有人说 这个是不是杀机用牛刀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解释 毕竟我们通过这个事情 与菲律宾交涉 我们对于说 循正常管道 结果遇到一个非常疲 然后违反我们知识尝试 可以理解一个政府的反应态度 对我们这样的意义 所以又对于这样的态势 我们不展现我们强大的肌肉 展现我们的意志力 其实是说不过去 那我们认为其实这样的兵力 已经足够表达一个在军事上 特别是这个互于层次上 已经完全是绰绰有余了 好谢谢我们的总编辑 那么在军事展现 这个是一个 其实算是一个准开战的一个布局 只是说我们不会做到那样一个动作 其实不达到准战争 因为我们毕竟两个不到达战争这个态势 我们只是渔业纠纷的后续处理 当然说明一个渔业纠纷的后续处理 处理到整个百分之一都摆出来 其实这拓血是超乎大家的一个想象 当然因为我们碰到是这样子 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国家 碰到这样的一个国家 大家最近很多形容词 不管叫敷衍叫赖皮都好 但我们碰上就是碰上了 但重点是这一次事件 我们能够就这样善良吗 当然不能了 但你看这是法务部在网站上公布 关于广大新28号遭到菲律宾的余政船扫射的 一个所有的弹孔图 两个图 一个是我们看到是正面的一个图 总共最后多少个弹孔 59个弹孔在这里 我们的调查已经出来 根据的是广大新船上的VDR来判读 下一张 这是侧面图 完全找的几乎是朝着左边的侧面来进行扫射 而且重点是 所有船员们躲的机舱这个部分 你看到弹孔有多少 第59个弹孔在这里 总共59个弹孔 至少发射45发的子弹 这样子对着一个手部寸铁的一个渔船 来进行这样的扫射 菲律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在这里政府 你能不积极起来 能不硬起来吗 好我们看到 这么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我们积极起来 我们硬起来 可是呢 我们现在对菲律宾进行的制裁 也谈了出来 但是湘龙 就是我们谈的制裁 第一阶段不当一回事 昨天马上开了国安会议 也推出了所谓第二阶段 然后呢 特使佩瑞兹来 也没带来一个像这样的东西 来做回复 于是第三阶段 现在我们已经含哄话了 第三阶段不排除 再不好好好的回应的话 我们恐怕也要进行 第三波的一个制裁 那叫做台飞断航 这时候态度才出来 会不会太晚 我想态度 态度出来 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我认为它已经是属于 属于就是说 情绪层面了 它已经是高度的 就是说那种 国家情绪的表达 如果到断航的时候 就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那实质上面来讲 真正有压迫性的 对菲律宾来讲 造成就是说 实质压力跟伤害的 其实就是这十一项里面 尤其是有关于 外劳的聘雇 以及旅游的警示的部分 我们不只是旅游警示 而是实质上面来讲 因为今天早上 我还跟一些旅游业者在聊 他们当然很困扰 因为老实说 就是台湾在最近 因为只要有包机飞的地方 班班客满 比如说现在是五月 对不对 那我们先不要谈暑假 因为暑假几乎都要加价 但是你光是树物跟长滩岛 那几乎都台湾人包的 是 那每大概一个礼拜 大概通常说 一班到两班的 这包包机 班班客满 满到什么时候 满到六月底 到六月底全都是满的 暑假并不是没有 暑假因为它要加价 所以那部分还没有进来 到六月底全都满的 你现在突然间停了之后 旅行业者当然很困扰 但是基本上面真正 真正受害的是谁 是菲律宾 你这个时候 如果有任何的观光客 去到这两个地方 那下个礼拜 那个地方几乎就变空城了 就是说它的杀伤力 当然是很大的 那再来就是说 有关于飞牢的部分来讲 你很简单算 就平均每个飞牢 如果每个月台湾的支付 他们大概 一万八一万九左右 哈姆朗大价价两万块 一个人一个一年 大概二十四万 二十四万你把 你把人数乘一乘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 光是他们的这样的 一艘公务船 在公海上面 用屠杀的方式 杀了一个渔民之后 他要付出多多大的代价 那当然现在 对菲律宾来讲 菲律宾跟在一个面子上面 再来菲律宾 我一直在强调 菲律宾是一个 统合性不佳的国家 它中央跟地方之间 甚至于总统府 跟外交部之间 对许多的涉外问题 以及它整个的国家管理 经常意见上面 会有很大的不同 那只要离开了吕宋岛 甚至离开了马尼拉 你只要最近 有去过马尼拉 马尼拉在某些情况 跟二十多年前 并没有什么两样 你饭店 金融机构 营楼 稍微大的卖场 门口一定站着什么 一定站着 鹤枪实弹的这些警卫 那都是冲锋枪 你在台北 你只要看到一个 你吓得吓得吓得吓死 我告诉他们统统是 那你面对的是这样的国家 所以你在跟他 谈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 因为现在双方面 在敌对的时候 我们经常就说 觉得菲律宾很糟 菲律宾诈骗 菲律宾阴谋 然后菲律宾如何如何 其实纯粹从一个 谈判的技巧 跟这个整个过程来看 我认为菲律宾 它确实很糟 但是糟是说 它的整个谈判的策略 会把它带到一个 让它觉得更难看的位置上面 一开始你端出来一桌好菜 大家觉得好吧 这件事情看起来 你也很有诚意 马上就要散了了 可是没想到 一天一夜之间时间 你把那些菜一倒倒 又终终收回去了 你想以台湾的角度来讲 我怎么可能能够做是说 你原来端上这桌菜 觉得你基本上面 是摆这桌酒席 还蛮有道歉的诚意的 收回去了之后 然后觉得说 这样就要算了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菲律宾 你必须要先体会到 就是说这个国家 第一个 国家是没有办法搬的 跟家不一样 你在怎么样跟他吵 在怎么样跟他敌对 将来你的南边 就还是菲律宾 菲律北边就还是台湾 大家未来几千年几万年 都必须要保持 这么紧密的互动关系 那当下的处理 符合比例原则的情况之下 了解菲律宾 国情政情的情况之下 如何让菲律宾 尽早接受台湾的条件 这就是我觉得 所有的外交操作当中的 第一目的 其他的我觉得都是次要 好 当然说怎么样 回谈判桌 然后我们要求的四大声明 都能够得到善意 而且是我们能够满意的回复 这当然是这一场的一个 外交战争 接下来还要打下去 要达到目标的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那菲律宾是这样的国家 那么大家要理解他吗 我们的外交单位 我们的国安单位 我们的总统 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吗 为什么我们呢 用这个文明的态度对付他 但是没想到我们回复 得到的回应 是这样的糟糕 之前的18套剧本 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待会回来 再来 谢谢大家